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2月12日,星期一,欢迎收看今天的美加快讯 近日正值中国农历新年,全球海外华人不约而同庆祝这一传统节日 与此同时,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也向全球外籍华人朋友送上了一份隆重的新春贺礼 自2024年2月9日起,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决定扩大部分国家人员免签入境海南市游 允许俄罗斯、英国、法国、德国、挪威、乌克兰、意大利、奥地利、芬兰、荷兰、丹麦、瑞士、瑞典、西班牙、比利时、捷克、爱沙尼亚、希腊、匈牙利、冰岛、拉托维亚、立陶宛、卢森堡、马尔他、波兰、葡萄牙、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爱尔兰、塞浦路斯、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波黑、 黑山、北马其顿、阿尔巴尼亚、美国、加拿大、巴西、墨西哥、阿根廷、智利、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哈萨克斯坦、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文莱、阿联酋、卡塔尔、摩纳哥、白俄罗斯等国家人员因商贸、访问、探亲、医疗、 会展、体育竞技等需要工作 学习室游除外免签入境海南停留不超过30天 入出境口岸为国家设于海南省的所有对外开放口岸 活动范围为海南省行政区域 停留计算时间自入境次日零时起算 之前实施的上述国家人员入境海南旅游免签30天的政策继续有效 国家移民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扩大部分国家人员免签入境海南市有 是进一步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服务保障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新举措 有利于加快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 下一步 国家移民管理局将持续聚焦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形式新要求 不断深化移民出入境政策改革创新 全力服务促进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 从这份新增国家名单中不难看出 海外华人生活比较多的国家 如美国、加拿大、英法德、澳大利亚 包括新西兰等国的护照持有人均能受益 当然美中不足的是 出入境口岸为国家设于海南省的所有对外开放口岸 活动范围仅为海南省行政区域 符合与中国签署互免签证协定的地区 如果有朝一日能开放更多的免签范围 那就会更加有吸引力 2月11日是中国进入甲晨龙年的第二天 同时也是美国体坛年度最大盛市 国家美式足球联盟NFL的冠军战超级晚 Super Bowl在拉斯维加斯落幕 比赛由未免队伍堪萨萨城球长队 对决旧金山49人队 中场秀则请来美国 RB巨星亚瑟小子阿舍表演助兴 双方持续激战至加时赛 最终 球长队成功逆转 以25比22击败旧金山49人队 成功取得二连霸 赢得队是第四冠 也是五年内球长队第三度夺冠 关于全场比赛的精彩瞬间 大家可以一部YouTube CBS等官方平台免费收看 今天咱们就来说说这届超级晚的一些趣事 首先毋庸置疑 超级晚一定是全美收视率最高的电视转播赛事 然后恐怕吸引大家坐在电视机前超过三个小时 恐怕还真不一定是比赛本身 根据CBS News的调查显示 美国人对于希望谁赢得今年的重大比赛存在分歧 西部地区的民众有32%希望49人队获胜 有19%希望酋长队获胜 而49%的人认为谁获胜不重要 而中西部地区的民众则有17%的人支持49人队 36%的人支持酋长队 而47%的人则认为谁获胜不重要 美国其余地区上述三种情况的比例 则分别为21%、23%和57% 也就是说 无论是哪个地区都有相当比例的民众 对超级晚活动最关心的不是这场比赛的结果 根据调查结果 最喜欢超级晚期间的派对和吃喝的非球迷占30% 球迷占21% 最喜欢超级晚期间的广告盛会的非球迷占36% 球迷占18% 最喜欢中场秀的非球迷占22% 球迷占17% 除此之外 对于一些美国人来说 下赌注也是超级晚乐趣的一部分 大约五分之一的美国成年人表示 他们至少有可能在今年的超级晚比赛上下注 所以这些人恐怕全神贯注在盯着的 不一定是那颗橄榄球 而有可能是自己的钱袋子 说到本届超级晚 还有一位重量级八卦趣事不得不提 那就是美国流行天后梅梅 泰勒斯威夫特对本次超级晚的加持 据说梅梅被拍到在跟NFL的主席Roger Goodell交谈 网友们解读了俩人的唇语了 大概就是 梅梅感谢你为NFL增加了5亿美元的收入 当然这可能是一句玩笑话 但不得不承认 自从梅梅跟堪萨斯球长队球星特拉维斯凯尔西公布恋情后 给这项运动带来了恐怖的流量 StopHub门票专家Adam Boudelli告诉NBC 在赛季期间 泰勒斯威夫特参加观看了他的第一场比赛后 在接下来的24小时内 我们看到球长队的总销售额出现了本赛季任何时期都没有的最大增幅 球长队主场比赛24小时内的销售额比之前增长了近三倍 赛后 球长队的单日网站搜索量也增加了三倍 而男朋友特拉维斯的87号球衣销量飙升了400% 因此 在昨日的超级晚比赛中 敬业且职业的导播 可以说是精准捕捉了梅梅在比赛中的每一个reaction画面 喜怒哀乐的表情包算是凑齐了 喜剧感十足 而比赛结束后的各大媒体投版 基本也都是俩人在比赛胜利后的基本 比赛结束后 八卦小豹们更是无死角地 报道了梅梅参加派对的样子 俩人前往拉斯维加斯大道参加派对彻夜狂欢 据说全程背景音乐都是来自梅梅的流行音乐 You belong with me的混音版 不得不说 这俩人在球场内外的精彩演绎 也算是全方位的诠释了文体不分家 这句亘古名言了 由于通货膨胀 邮递信件数量减少 加拿大邮务公司Canada Post面临财务压力 邮寄信件的费用可能很快就会上涨 据加通社报道 加拿大邮务公司计划将邮票测 连张级版票价格提高7仙 达到99仙 据称 这些邮票占了大部分销售额 此外 国内信件单张邮票的价格将从1.07元上涨到1.15元 其他产品都会上涨 包括寄到美国 国际和国内挂号邮件的邮资 也将随之变动 此次于周五九日 公布的提价旨在征求公众意见 经监管部门批准后将于5月6日生效 加拿大邮务公司说 国内信件邮寄费率在过去十年中上涨了两倍 2019年上涨五仙 2020年上涨两仙 最后一次重大定价变化是在2014年3月进行的 该机构表示 拟易的价格上涨是因为通货膨胀 以及每年需要递送到更多地址的信件数量减少 而面临相当大的财务压力 据估计 这项变更对加拿大普通家庭每年的影响约为65仙 对加拿大小型企业的平均影响约为12.07元 美国人的信用卡债务再创新高 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周二报告称 人们目前的信用卡欠款已触及1.08万亿元 而根据TransUnion的另一份季度信贷行业洞察报告 信用卡余额也比一年前增长了10% 每位消费者的平均余额达到了6360元 同样创下了历史记录 TransUnion负责全球研究和咨询的高级副总裁怀斯 Charlie Weiss说 消费者花得更多了 尽管通胀率下降了 但这并不意味着物价在下降 可以肯定的是 价格仍在上涨 尽管速度比以前要慢 作为关键通胀指标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已从2022年6月9.1%的峰值逐渐下降到2023年12月的3.4% 在此期间 家庭继续显示出财务吃紧的迹象 越来越多的持卡人每月都背负着债务或者拖欠还款 信用卡拖欠率全面上升 据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报告 2023年信用卡拖欠率飙升了50%以上 而根据TransUnion的研究 严重拖欠率及逾期90天或更长时间 达到了200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怀斯说 消费者正在为他们的还款而挣扎 我认为我们将继续看到这些拖欠率上升 但Bankrate资深行业分析师罗斯曼Ted Rosman表示 也不全是坏消息 他指出 每月全额还款的持卡人 可以获得现金返还和履行奖励 而无需支付利息 他说道 最大的区别在于你是否欠下卡债 在这种情况下 信用卡是最昂贵的借钱方式之一 根据Bankrate的数据 信用卡的平均利率达到创纪录的20.74% 罗斯曼计算出 在利率超过20%的情况下 如果按平均信用卡余额的最低还款额还款 你将需要17年以上的时间才能还清债务 利息将超过9000元 尽管如此 消费者还是经常求助于信用卡 部分原因是信用卡比其他类型的贷款更容易获得 当被问及如何处理信用卡债务时 罗斯曼建议 人们应该申请一张0%余额转账信用卡 他补充说 市面上有提供12个月 15个月甚至21个月转账余额免息的信用卡 在某些情况下 这些卡可以让你把高成本债务合并到一张新卡上 在长达21个月的时间里不收取利息 借款人也可以通过在融资获得低利率的个人贷款 这些利率最近也有所攀升 但平均略低于12% 仍远低于你目前信用卡上的利率 否则 请向发卡机构申请较低的年利率 事实上 根据LendingTree的报告 在过去一年里 76%要求降低信用卡利率的人都获得批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